眼前这位就是有人选律师称号的邱晃权 她也是蔡依文大学同班同学 温文如雅的外形被传出是在大学那些年 追小英的其中一位 还传出蔡妈妈特别喜欢她 妈妈好像对你印象非常的好 好像有把你当作是 一个女婿的一个模范典型是不是 这个我不知道 你有到过她家吗 跟她妈妈碰碰 全班都有去过 有没有追过蔡英文 邱晃权低调没有正面回应 但坦诚蔡晓英的异性缘还不错 我欣赏一定有 那追求的都是听说 听说有几位有采取行动的 那我写信 不然就得到她家去 我到她山梅山去那边站岗吧 大学时代的蔡英文 因为后来决定出国念书 让不少追求者打退堂鼓 家境很好 很聪明 或者说有智慧吧 然后有比较高远的目标跟计划 这些看起来都是好的 但是会会变为一种障碍 十一年前 时任郑南荣基金会董事长的邱晃权 在郑南荣殉道追思会上 曾和蔡英文同场 两位同学如今也升华成好朋友 在专业领域上还会互相讨论 至于其他同学点名 曾经向小英设好的 包括陈嘉峻 杨盘江 现在也都是律师 其中杨盘江也曾献身小英后援会 那一年曾追的小英 虽然没有缘分 牵手向前 隔了三十多年 还是要轻易相挺 三日新闻黄大风 蔡继云 台北报道